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吧 就是越不能 越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越不能急 身体也是有一些在进步 我觉得还蛮不错 对我来说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态 一次又一次举起手中的杠铃 永远不变的是当初投身举重的初衷 举重女神郭幸存早已享誉国际 如今要迎来杭州亚运 即将迈入俄历之年的他 这一次亚运对他来说 要凭金牌二连霸并不轻松 四年一次的循环 好像每次都四年一次这样 然后就是你不是说像 一四年那一次受伤 然后一般年其实那时候其实也有伤 就是不一样的伤 然后现在又要面对 就是再多一年的这场亚运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伤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考验 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伤势 标不追攻鼓劣的伤势影响 左右着郭幸存的状态 他坦言四年一循环的伤 成了一种规律 从2014 2018 每年亚运都有着伤势影响 当然最惨痛的一次 人就是你我都很熟悉的一刻 2014年练习过程中 不慎遭140公斤的杠铃 这一幕触目惊心 这一幕令人震撼 2014年人传亚运被杠铃压伤 成了职业生涯最大的痛 但郭幸存克服这一切 南瓜各大赛事奖牌 市井赛 亚井赛 世大运 亚运 奥运 全部拿过金牌 还撞下了女子59公斤级 抓举 停举 总和三项世界纪录 走过许多赛事的郭幸存 也逐渐迈入生涯晚期 除了拼战亚运 明年的巴黎奥运 更是他的终极目标 怎样的过去 现在在面对新的赛场上的时候 其实目标还是都会是一样的 就是当然会希望 把最好的成绩带出来 那我想在奥运过后的这段期间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 然后包括说自己的心理的纠结 其实也蛮多的 但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同的郭幸存 在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然而带上上阵的确影响了幸存 今年亚锦赛 郭幸存失常的仅仅只拿下三面铜牌 教练跟幸存都表示 目前就先与伤势共存 逐步调整状态 当然也会尽全力拼下每一块奖牌 加利还是有在 然后相对对于大家 可能看到你以前这样的一些 辉煌的历史 然后相对来说给你的期望 一定会比以前还要更多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要去克服的一个重点 对 不管我的结果会是怎样 我觉得就是支持我的 大家也会一直为我加油 幸存的他最大最大目标 还是明年的奥运 因为我们借重明教练讲的话 奥运憧憬容易 但是保经难 不要害怕受伤 也不惧怕年纪 最主要就是看你平常是怎么样训练的 镜头的另一端 身形较为壮硕的 是亚运挑战76公斤级的陈文慧 这次增加量级拼占亚运 对陈文慧来说 稳扎稳打是他的制胜武器 杭州亚运的话 我觉得就是希望在把 因为是锦赛比完了 然后以把总成绩的状态再往上提升 陈文慧曾经在前年东京奥运夺下铜牌 状态状况维持得不错 去年牙锦赛拉伤手 历经一段修复期 牙锦赛回归拼下两面铜牌 让他逐渐找回身手 谈到历经高低潮的时刻 陈文慧满满感触心得 在训练上的话 我觉得会在重量上会特别要求 特别是稳定度的上面 因为在冬奥前可能比较像 那种出身之毒不畏虎的那种状态去备战 就是傻傻的拼 然后现在就是非常比较有 企图性和目的性的属平 但未来比赛对陈文慧来说 挑战非常大 为了因应巴黎奥运量级调整 陈文慧到时候要参战71公斤级 但这次亚运没有71公斤级 变得他得从原本64公斤级 跨级升级到76公斤级 教练黄达德表示 这根本是越级打怪 陈文慧表示要珍重 反而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亚运的76公斤级 然后体重应该会 希望可以落在7273 就是尽量不会离76太远 因为如果在这短时间内 要把体重撑到76的话 我觉得相对在课表上跟体能上 都是一个负担 首次挑战的陈文慧 仍旧难掩兴奋之情 当然中华队在举重最大的敌人 莫过于北韩跟中国大陆 除了陈文慧 挑战87公斤级的罗银元 另外还有96公斤级的陈伯任 只要发挥得好 人人都有机会 对于中华队来说 举重这个项目 仍旧是我们重要的罗金大库 是有信心 只是我觉得我自己 没有表现到很好 我说成绩部分 我觉得可以再更好 因为我第二把都有浪费掉了 第二支市局的时候 在离杭州亚运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 我觉得算是练习方面吧 跟一个整个赛程 因为有两场 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个 新的一个满大一个挑战 民生郭幸存坐镇 台湾举重团队实力坚强 就算有伤在身 仍旧无所畏惧 这群中华金额 会用手中的杠铃 再次举起国人 无尽的光荣和感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